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些患者 他的外力肿的严重程度是非常重的 他的严检的肿胀是非常厉害的 同时除了肿胀以外 他还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浓头 您可以看到这个浓头 无论是在他这个严检的皮肤面 还是在他这个眼内部的这个睫膜面 那么像这一类的患者 他也是可以促进他的浓头的成熟 那等到这个浓头自行的破溃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医疗的方法 把它切开引流以后 那么这一部分的患者也是可以完全的治愈的 那么还有一类更严重的患者 比如说像他除了这种有严检的这种重度的肿胀 还有伴有一些全身的 比如说像一个发热的状态 或者是有局部的这种耳前 或者是科下淋巴结肿大的 像这样一类的患者的话 我们也会根据他的相应的这个 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 通过给他一个积极的这种治疗的措施 比如说局部的这种消炎抗感染 还有局部的给他切开的引流 还有甚至给他一些全身的这种抗生素的使用 这样一个针对他病因的治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卖力肿也都是可以治愈的 所以如果说您患了卖力肿 即使眼睛是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看上去非常的肿非常的担心 但是您都可以来到我们医院里 那么我们会根据您的不同的这种严重程度 给予您相应的治疗的措施 那么最终它都是可以完全治愈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